炮弹攻击炸出浓烟 乌克兰士兵在东部巴赫姆特 持续推进 闪电反攻有所斩破 呛俄罗斯宛如剑靶 作战毫无策略 乌克兰总统又再度宣布 持续收复石土 加上入二公投后 遭俄罗斯宣称併吞的领土 乌克兰从上个月底开始 就夺回近2500平方公里 南部赫尔松地区士兵 也在瓦利残骸中插上国旗 不过面对战事败退 俄罗斯可能动用核武的威胁升温 土耳其总统埃尔段和俄罗斯 总统普清 周五热线同化 表态愿意居中当乌俄间的 和事佬 至于美国总统拜登的末日 核战说白宫紧急澄清 只是他的忧虑 但卫生公共部门 已经拨款2.9亿美元的药物 显然核战风险明显存在 人心惶惶 俄罗斯人只能选择背弃家园 有人不惜搭船穿越白令 海峡往阿拉斯加 也有人选择走陆路 尽管内外交迫开战 饱受抨击 但专家就表示普京被推翻的 可能性不高 而俄罗斯人权团体纪念 在普京七十大售这天 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也被认为是国际力挺乌克兰的象征 TVBS新闻中不得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